带大家来关心了 这是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4月6号凌晨在脸书宣布 争取国民党提名参选 桃源市长声明中 也说及于党务的中立 即一开始辞去国民党的副秘书长 我党内人士透露说 虽然已经这个罗志强已经请辞12天 但是党拥有到现在 都没有展开人事的长序 形同对罗志强的这个请辞案 实质的搁置 我在此呢 党务人士昨天代表说 就是罗志强昨天早上已经退出了 党内一级的主管群组 请辞党副秘书长人士 而且应该是已经生效了 不过罗志强个人对这种状况 则表示说没有评论 同步还要来关心政治焦点 大家看的是台湾激进 前立委陈伯伟 金船 将退出台湾激进 怎么回事 台湾激进秘书长王兴焕他回应说 这个讯息是由党内同志 伯伟在志工群组所发布 表示将辞去党职 这个党中的职务 其实并不是谣传的退党的资讯 我对此陈伯伟深夜发了长文坦言 激进党内部是有争辩的 自己已经用尽了120%的努力 也配合了党的决议 但强调加入其他政党并不是事实 同步还要来关心 中央不是喊出跟病毒共产吗 不过程世中甚至认了 本土标破百万历史不可能 但是不是说不可能 博不仅遭网友痛批是在摆烂 忙着要选市长 更因为杠上议员许小可 再度的引发了群体共愤 台北市议员洪汉廷 他就直言 这是国家级力量来对抗小老百姓 时事评论员则希望 民进党赶快派陈时中出来选一选 这样选民才能够把过去防疫的政 一起算得清清楚楚 针对艺人的这种打击 或者是针对名人 因为不满民进党的质疑 相对另外一方 是用什么样的层级 去做炮轰的 首先是有10万等级以上 流量的测译来发梗涂 然后是由新闻平台来做新闻 然后再就是由政府官员 亲自回复 说这些都不好 这个层级会不会差太大 小老百姓的普通反映 讲难听一点 徐晓可的这个直播 搞不好也没有10万人 20万人在看 但是陈时中一番话 测译梗涂加上新闻连番炮轰 就早就已经突破了 这十几20万人 当初观看徐晓可的这个流量 这就是比例原则的问题 普通老百姓讲个话 你却要动用国家机关的力量 要动用媒体的力量 要动用测译网军的力量 来炮轰一个平民老百姓 我觉得走了 搞不好我们大家还比较快乐吧 这些人命反而比较可以救下来吧 赶快去选台北市长 柯文哲不要挡 就让他赶快去选 我们好好跟你算总账 赶快放陈时中出来 放到台北市 大家一笔一笔账慢慢算 你现在在那边 有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有防疫指挥官 防疫防治法 神功护体我们动不了他 没关系 赶快让他下来 来选台北市 我一笔一笔账跟你算 为什么不能跟你算 我好好一笔一笔 从快筛疫苗护照 跟你一路算到 现在的巧儿快要死掉 我一笔一笔跟你算 放出来 放出来 跟柯文哲不要挡他 放出来 你到台北市的选举上 我跟你讲 我们这些人一笔一笔 而且你之后他会在路上 你要拜票 我跟你说不要遇到我们 艺人徐小可批评陈时中 根本是在脸稍微 被网友出征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开马懦夫却没有关系 台北市长柯文哲 被问到这个问题 笑说大事情 骂是爱 带您来掌握 早就要做 不过现阶段 目前疫情这么严重 黄珊珊也不会出去 因为事实上我们 我们每个人的工作 都还卡在上面 所以没办法 所以要处理疫情的话 黄珊珊就不会 保证不会持续 不是 我们如果要做一定要有职务代理人 什么都要准备好 但是目前阶段 目前阶段根本没有这个打算 所以没有找职务代理人 其实早就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 我知道就好了 没有 我们那个工作其实是这样 每天防疫会议 我们都是 因为我们在分配工作的时候 就刻意在 要让整个团队 不可以说因为谁不在就不能运作 那这样陈时中如果有职务代理人 你也觉得他就可以出席 那他要讲清楚他谁是职务代理人 没有这个东西 其实职务代交界不是那么容易 那我们人就像徐小可骂那个陈时中 批评陈时中结果被网军出征 那大家都说那之前周浴寇 罢陈时中怎么都没有事 周浴寇有罢陈时中吗 阿诺福 哎呦那达世情罢是爱人吗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baby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GO